昨天我整理了一下近期朋友们的问题,提问比较多的就是自己的兰花为啥没有花苞,什么时候才能开花,什么样的兰苗才会长花苞,所以今天我查找了一些资料分享给大家,大家可以学习一下,看看自己的兰花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不长花苞不开花的。 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爱兰说威子,一位喜欢兰花的阳台养兰人,如果您也喜欢养兰,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兰花小讲堂,这里一定有您想了解的养兰小知识,同时威子真心希望朋友们,特别是老兰友可以加入到兰花小讲堂里,把您的宝贵经验分享在评论区里,让大家也可以学习到,或者私信给我,我在用小讲堂的形式分享给大家, 在观看小讲堂的同时,希望朋友们可以多多支持和鼓励我一下,使用西瓜视频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键三秒,强烈推荐一下小讲堂。 兰花的叶和花都长在经节上,其经为变态的短圆的甲林精,且大部分在栽培机制中,每一个甲林精上有许多个芽眼,一般看不到,当蜘蛛长到一定高度大小时,这些芽眼要么分化为叶芽长苗, 要么分化成花芽开花,两种可能,两者必居其一,是苗生长状况,营养条件和外界环境而定,有的再次长出叶芽成二代草,有的仅发一个花芽开一枝花,有的发几个花芽开树朵花,也又在开花之后又长叶芽, 一般春兰是一芽一花,偶有双花,春剑一般美花芽开二到三朵花,剑兰,惠兰,墨兰,寒兰等美花芽开三到十余朵不等,春兰一般是八九月花芽出土,经过一段低温期的休眠和春化作用后,至次年二到三月随温度回升而放花, 剑兰数多次性开花,据观察,从六月上旬最早在六一开始一直可至十二月份,惠兰的花芽在春兰之后,其性同春兰,个别植株也有冬季开花的,墨兰,寒兰一年多为开一次花,不过,随气温高低,花芽有早有迟,寒兰有九月开,也有十一到十二月开。 据观察,能够开花的兰猪,从形态上说,一定是壮健成熟的兰猪。 五叶碧花则是前人直观形态的经验总结,依育林而言,必须进入发育阶段,具有花前成熟之条件。 从年龄来说,因兰生长相对的缓慢,所以一般兰花都在上年的新猪母带上开花,但地域和条件不同,个别当年生长发育早而快的新猪也能晕累开花, 在春兰、剑兰、墨兰等兰种上都可观察到这种情况。 还有,当条件适宜时,在上年已开过花的剑兰叶带上仍有再度开花的。 同时,必须指出,并非所有新猪、壮猪都能如愿开花的。 以下几种苗是绝不开花,一味进入发育阶段的幼龄石生苗、种子繁殖苗和没有掌权的祖培苗。 二三叶以下生长不充实的新猪若苗。 三没有长到该种性应有高度大小的不成熟苗。 四即使生长旺盛、貌似壮健的植株,但因营养生长过旺,成了蜂长苗或猪体有机营养积累少的植株。 五病虫危害严重和生理失调的兰猪。 经过营养生长阶段,蓝草长到重性应有的大小高度,而且地上部与地下部协调、畅通、完好,达到了花钱成熟之条件。 甲林荆积累筑藏了足以能够供开花消耗之需的有机营养物质。 主要是磷、氢、氧和氮化物的含量和比例,当体内碳氮比高时,有利运累开花。 兰花的品种也是制约开花的一个原因,兰花品种不同,开花习性也不一样。 同是建兰、夏黄梅一氧一花,有的一年开三到四次花,而铁骨素和某些素心花就不易开花。 影响开花的因素主要有光照、春化作用、温度、营养条件等。 从六七月份开始,适当控水、盆土偏干、增加光照,可使细胞质浓度提高,防止土长和促进花芽分化。 与此同时,应停淡增磷甲。磷、甲元素对花蕾形成和发育有利,若条件许可,设法使昼夜温差加大,以利于营养物质的积累,为开花做好物质准备。 有须强调的是,在营养生长基本告一段落,当年新株生长基本定型时,应实施抑制营养生长措施,使营养生长略有停顿, 促起转入生殖生长阶段,才有望形成花芽开花。 好了,我是爱兰说威子,今天的内容您学到了吗? 这期的小讲堂就到这里了,谢谢大家的观赏。 最后,大家不要忘记长按点赞键,强烈推荐一下呀。 那么,咱们下期不见不散了,再见!